你一天你今天演我 你明天演我 你后天演我 我都能理解 我这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演了我一个月了 还在演 12月份真正演了我一个月 现在2023的1月20日又开始演我 干什么呀 有毛病啊 黄柏哥赛季最后一天巅峰赛 又被好后母精准凝重 让我们看看 是哪位好后母 黄柏哥刚说完 你们不送我就能乱杀 五楼直接就把黄柏哥的程咬精进了 当程咬精被禁的那一刻 黄柏哥就明白了 接着 进了程咬精 对黄柏哥来说根本不是事 我们相信黄柏哥的英雄海 没了程咬精黄柏哥 直接一手战神礼物 五楼好后母 为了保护黄柏哥 直接一手蔡文姬 带承接的意义 帮黄柏哥擀清兵线 我们看看这蔡文姬 还是省级五十强 那肯定能把黄柏哥保护得妥妥的 进入游戏 黄柏哥往下路 蔡文姬后面跟着 走到下路黄柏哥 又扭头去了中路 这是试探蔡文姬 是不是真的保镖 蔡文姬一路 跟着黄柏柏哥 这肯定是黄柏哥贴身保镖 无疑了 黄柏哥又遇到贴身保镖 欣喜若狂 技能都点错了 没事咱有蔡文姬 一分钟 黄柏哥又来下路 蔡文姬也跟着 还对露娜说对不起 我爱的是黄柏哥 所以才选择跟着黄柏哥 然后黄柏哥不识好人心 竟然说蔡文姬恶心 你恶心老子 像这种死心塌地的 跟着黄柏哥 黄柏哥竟然如此态度 简直是出声 三分钟的时候 蔡文姬真的向黄柏哥表白了 而且黄柏哥下路 被芈月差点抓死 多亏了蔡文姬的大招 才保护黄 摩个安全撤退 蔡文姬保护黄柏哥 安全撤退 自己却被芈月留下 黄柏哥 你怎么狠心赛后举报啊 五分钟 黄柏哥竟然大招跳 一二三四五零个 黄柏哥 你这是干嘛 没看到蔡文姬没有大招吗 这拨狂摩哥背过 黄柏哥心态 真的不行 一波没有保护好 就要点投降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大家点了 出去把他取报了 谢谢 出去把蔡文姬取报了 谢谢 黄柏哥震作起来 队友还等着你乱杀 此时孙上香发话 拖到后期 不带飞 黄柏哥觉得 孙上香抢了自己疯狂 竟然对着孙上香 输出抢 孙上香表示 还当你是真的灰气 然后 在七分半的时候 黄柏哥在送你 好在黄柏哥复活之后 水晶还在 我们看看黄柏哥是怎么乱杀的 我们期待黄柏哥乱杀 黄柏哥 竟然在水晶百烂 不出去清丁县 导致基地被点掉 黄柏哥 你怎么对得起 爱你的蔡文姬 游戏结束 还让我一个月了 还在演 12月份 整整演了我一个月 现在2023的1月2日 又开始演我 干什么呀 有毛病啊 啊 很爽吗 很有意思吗 一直演 这每一天都有谁演我 最后黄柏哥 因为太多爱摩 感动到哭了 爱摩们应该给黄柏哥 更多的爱 你当演员 不会厌倦的吗 每一天都有 这下午 一定要 加持不谈 我要 是